三国中,识人之名可谓极其重要,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就很有一套会看人、用人,所以成就一方霸业,如刘备在白帝城托姑告诉诸葛亮不要重用马速,曹操临死告诉曹丕,提防司马懿,孙权把江东人马都给周瑜,终于大破曹操于赤壁,这些都是有识人之名的英主,而最后能成就大一统的司马懿,眼光也不错,他看中的三个小青年,一人帮他灭魏,一人帮他灭蜀, 一人帮他灭魏,奠定西晋千秋霸业,那这三个人才都是谁呢?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孟醉江湖。 说起司马懿,是三国历史上的大才,晚年发动高平林之变之后,成为了曹魏实际掌权者,从此曹魏天下落入了司马氏之手,为三国统一做了铺垫,但司马懿想称霸天下离不开人才的帮助,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,平定叛乱的同时还想消灭蜀无两国,实现一统天下。 他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才,其中有三个人,一个帮助他灭了魏国势力,一个帮助他灭了西蜀,一个帮助他灭了东吴。 在后世司马延继位时期,司马家族实现了统一中原的壮举,第一个帮他灭魏国的人叫王基。 曹爽本该是司马懿最大的对手,但其人太过草包,面对外臣夺权,宗室子弟,竟然可以怀着傅家翁的美梦,举手投降。 所以,高平林之便看似惊险,反而不如淮南三叛给司马家篡位造成的影响更大。 曹操统治江北数十年,自然也有一些死忠粉,不满于司马氏家族篡权夺位,而著名的淮南三叛,就是曹魏移民反抗司马氏家族最汹涌的一次。 这是司马家族建立西晋的真正难关,当时冠丘姐、文钦在淮南叛乱,一时间声势浩荡,群臣惊惧不已。 唯有王基向司马施指出,淮南的叛乱不是郡县地方百姓叛乱,而是冠丘姐在威胁着他们,朝廷不仅不能乱,还要速战,以雷霆之势积之,一击则淮南叛中,必作鸟兽散,结局自然不用多说,果然如王基所料, 看上去汹涌的叛乱,并没有形成上下统一的意志,但如果时间拖久了,结果就不一定了,就这样,司马氏家族夺取江山的最大障碍,曹魏旧臣,被王基给抹平了,那么这个王基何许人也,王基出身青州,父亲在他很小时就过世,是伯父王翁把他养大的。 是一个寒门出身,王基因为孝顺,被举了孝脸,岂不算是不错,但像他这样的出身,就算举了孝脸又怎么样了,还是难免成为小官,还是司马懿发现了这个人才,培养并提拔了他,从一届寒门,到后来做到了刺史,两千担的大员,这在九品中正,已经快要取代查举制。 国家选官只看中门帝的时代里,尤为罕见,此人虽然名气不大,但是低调的实力派,当时王基被司马懿征兆,胜任为中枢侍郎,后又出任安宗太守,因为治理周军严谨,而且防备森严,所以孙吴不敢进犯,孙吴在剑野集中大军,扬言进攻扬州,而王基就说了,金陆逊等老将已死,孙权也年老,内部没有能陈贤寺,军中又缺乏英明军师,孙权想要亲自率兵出击, 又怕内部生乱,老将差不多死光了,新疆他又不信任,他不过是想借此安排好亲信,以公为首而已。 后来,孙权真的没有进攻,王基不久后出任荆州刺史,嘉阳烈将军,跟随睁南将军王厂讨伐孙吴,王基假装摆出进攻的架势,七十则分兵袭取雄赋粮仓,缴获粮食三十余万壶,擒获孙吴安北将军谈政,接收将民数千口。 他把这些将民安置到宜林县,王基又上表劝王厂将江夏作为首脑之地,紧逼下口,从此,吴军就不敢轻言渡江了,他申明礼仪制度,整顿军队秩序,恢复学校教学,南方世人无不称赞,当时朝廷商议准备大举伐吴,下诏命王基商量如何进攻。 王基对于出兵仪式持有不同看法,如果出兵而不能打胜,不仅威风丧尽,而且还耗费财用,而现在江陵有粮田千亩,安禄左右,也有卧野粮田,如果以农业为主,养精蓄锐,然后率大军攻向江陵,夷灵,分别占据下口,沿菊水,张水运输粮食,敌人势必难以攻打,弃暗投明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 在联合东吴内部的反抗势力,则下口以上个据点一定可以攻下来,长江之外的周骏也都守不住了,可见王基的高明,然后在他的帮助下,司马加搞定了淮南三畔,也就是曹魏最后的残余死忠。 王基最后的封义合计五千七百户,两个儿子分别是廷侯和关内侯,是是追赠司空,是好景侯,后来又被晋皇室特别表扬,将他的余下实意给了曾孙,他是一个孝子,是个全才,均略正略精通,而且有着明晰的头脑,懂得把握时机,第二个人名叫邓爱,邓爱早期名气不大,而且还有口吃,出生也不高贵,因为口吃,邓爱不能担任要职,只是做了一个看稻田的小利, 如果没有司马懿赏识,恐怕也不会被重用,司马懿可以说是邓爱的伯乐,让他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 只有司马懿不嫌弃邓爱出身寒威,十分看重他的才能,有心提拔和重用他,司马懿将他征召进了太尉府邓爱的口吃,只有司马懿是完全不在乎的,就连司马昭也调戏过邓爱,你说爱爱,那有几个邓爱呢?邓爱从容地回答,风吸风吸,终究是一个凤凰,这也说明了口吃, 但是造就邓爱前二世的平庸是很正常的,不是每个底层官员都像司马懿一样慧眼识珠,可就是这么一个,二十年无人用的邓爱,司马懿见一面就征召进了太尉府,再后来结结巴巴的邓爱,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业,公元263年,魏国伐蜀,兵分三路, 司马昭的路线很清晰,三路大军,骑头并进,向三支利剑射向蜀汉,三路大军,分别是邓爱率军三万,从甘松,踏中进攻将为,诸葛旭率军三万,从五阶,桥头切断将为归路,中会率军十几万, 从斜谷,落谷进军,作为主力,泰山压顶一般,将为利用属地险要,在剑阁,将中会十余万大军死死绊住,中会不能前进,双方进入对峙阶段,中会因后勤补给困难,不能持久,一度想退军,正在这时,局势发生了变化,邓爱率他的偏师,偷渡殷平小路,翻山越岭,攀爬悬崖峭壁,一路穿越七百里无人区,到达江游,在江游,魏军填章部,击败了江游, 在城外的三教伏兵,江游守将马游投降,就这样,邓爱率军得以进入江游,得到了补给,然后,邓爱率军进攻绵竹,得知江游丢了,后主刘善立即派魏将军诸葛瞻父子,率军到绵竹,抵挡邓爱,到达绵竹之后,诸葛瞻立即列阵,等待邓爱率军到来,准备与邓爱决战,应聘,诸葛瞻父子,率军和邓爱的前锋部队邓中,师钻等人,在绵竹交战了一次, 诸葛瞻父子,率军奋勇杀敌,将卫军杀败,当邓中向其父邓爱汇报,蜀军无法战胜时,邓爱大怒,邓爱说,我们进兵到此地,已经没有退路了,只能取胜,不能失败,再战,如果不胜,我就先斩了你,邓中等人,率军再次与诸葛瞻军交战,因为不胜也是死,邓中等人拼了命,最终将诸葛瞻父子击败,诸葛瞻父子全部战死, 随即,邓爱军逼近成都,后主刘善听说诸葛瞻父子战死,棉竹丢失,方寸大乱,群臣也都慌了手脚,有人建议刘善立即逃往南中地区,有人建议刘善逃往东吴,暂逼一时,最后,在大臣乔州的建议下,刘善向邓爱投降,就这样,蜀汉灭亡,第三个要说的,就是杨淑子了,杨淑子原名叫杨护,淑子是他的字, 司马氏经过之前一系列的操作,到此时,已经是独霸朝堂,谢后语之中有句话,叫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,司马氏想要以晋朝取代曹魏的心思,已经摆明了放在那里了,可要即位的司马炎,也就是司马懿的孙子,虽然经过祖孙三代热的努力,终于在朝堂之上站稳了脚跟,清除了曹魏的影响,但想要登基称帝,改朝换代,还是缺点什么,缺点什么呢? 缺点是攻灭吴国,统一天下的大功,如果君王能以这样的大功做上王位,其地位自然也就更稳固一些,但吴国可不是好相语的,倒不是其军队有多么厉害,国力有多么强,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水土不服,当年曹操在赤壁之战的败迹,近在眼前,满朝大臣们都认为,攻灭吴国是肯定的,但现在时机不对,司马炎主政时期,为主善让,司马炎见利尽,杨淑子晚年献上了灭吴之计, 推荐人才度与接替自己,最终成功灭掉东吴,帮助司马炎统一了中原,建立了晋朝,其实不管是杨淑子,邓爱,还是王姬,都是司马家族统一天下的功臣,司马懿不仅军事政治玩得溜,而且在识人方面堪称一流,没有司马懿前面做的那些铺垫,也许司马家族后代可以灭属吴,但过程应该不会那么顺利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